这是一个弹壳,用火烧一烧 在中间位置扣出一个洞 放到嘴边就是一种哨子 可以模拟出大鹅的叫声 这里是阿拉斯加玉空河的某个流域 此时是大雁迁徙的时节 斯坦和儿子乔伊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大雁飞过来 与此同时,在鱼湖的另一侧 鲍伯和查理也抵达了既定的位置 这里是他使用了几十年的风水宝地 在他14岁那年 第一次参与猎鹅行动后 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 他和鲍伯快速地搭建了遮蔽屋 此时天上有一只老鹰盘旋而过 看来他也在等待肥美的大鹅 为了争夺拿下一血的机会 乔伊不断地吹响口哨 希望能吸引来大鹅 可不知为何 天边竟没有任何大鹅的身影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周围安静地有些可怕 乔伊受不了这种氛围 他走出庇护所 来到沙滩上坐下 也许这是打开库本的方式 天空突然响起来一声轮叫 迁徙的部队终于来了 乔伊赶紧跑了回来 坐在遮蔽屋下 开始模仿大鹅的叫声 成功把部队吸引了过来 两人立刻给枪上好了膛 等大鹅飞到头顶的时候 乔伊率先开了一枪 可惜他没有打中 而紧随其后的斯坦 命中了一只大鹅 对方直直地掉落下来 乔伊忍不住为父亲喝采起来 不愧是老猎人 心态更加的平稳 乔伊为父亲感到骄傲的同时 心中也难免有些失落 他错失了拿下一血的机会 另一边 查理和鲍伯正在等待鹅群的到来 两人打了一个赌 谁先拿下第一只鹅 另一个人负责晚上拔毛 在他们望眼欲穿的等待之下 天边终于出现了大鹅的身影 两人开始了准备 等大鹅飞过来的时候 鲍伯迫不及待地开枪了 但由于太着急 反而影响了准度 而查理则显得沉稳很多 他仔细地瞄准后才开了一枪 只见一只大鹅受伤了 这精准的枪法 让鲍伯目瞪口呆 他快速地跑过去 捡起来这只大鹅 输了一局的鲍伯 暗暗发誓 明年一定要找回场子 两人欣赏了一番眼前的猎物 这只大鹅又肥又大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虽然今天双方都开了一个好头 但接下来的情况 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斯坦和乔伊 已经躲在遮蔽处6个小时了 可他们只猎到了一只鹅 这与往年的情况大相径庭 可能是大鹅还没有长出完整的羽毛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大鹅会褪去旧的羽毛 重新长出一批新的 这样才能正常地飞行 这个换毛的过程 一般持续一周时间 既然换毛的时间 还没有完全过去 斯坦决定先忙正式 虽然捕猎记已经过去 但他的生产线上 还有250个陷阱需要关闭 在渔湖的另一边 查理和鲍伯也结束了今天的情长 他们前往一英里之外的寿立一帝 准备享受下今年的第一只鹅 鲍伯开始给大鹅拔毛 查理虽然一把年纪了 但还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是胜利者独有的心态 看到儿子咬牙切齿地忙碌着 他就感到有趣极了 经过一段时间 鲍伯成功清理了这只大鹅 查理检查了一番 收拾得还挺干净的 他切下一块肉 发现鹅肉非常的肥美 他放入锅里煮 半个时辰后 两人各拿着一个碗 里面是美味的鹅肉汤 他们要尽情地享受了 在西北50英里处 斯坦没有休息片刻 经过7个小时的骑行 他来到了陷阱的最南端 此时是凌晨2点钟 他还有最后一套陷阱需要关闭 等他忙碌完 天色也已经亮了 虽然一夜没有休息 让他非常的疲惫 但在季结束 依然让他感觉很高兴 新的一天代表着新的开始 身为阿萨巴斯坦人 詹姆斯也要开启猎鹅行动 他像1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 讲述了各种技巧 弗朗西斯是家里的长子 他被赋予了传宗接代的重责 因此詹姆斯对他的要求非常高 时间不长 天边出现了两只大鹅 弗朗西斯站起来就设 可惜他的枪法差强人意 这让詹姆斯非常的气愣 忍不住呵斥他 能不能堪准地再开枪 因为家里有四个 嗷嗷逮捕的孩子 今天他们必须得满载而归 弗朗西斯努力地吹响口哨 很快又飞来了几只大鹅 这次弗朗西斯沉着冷静 他一枪打中了一只大鹅 看到对方还在扑腾 他快速地跑过去 一把勒住了大鹅的脖子 这是弗朗西斯射中的人生第一只大鹅 他用力地掰断脖子 结束了大鹅痛苦的一生 詹姆斯欣慰地看着这一幕 他第一次感觉到 儿子好像长大了 往东15英里的地方 查理和鲍博只收获了一只大鹅 但冰雪融化 使河水开始上涨 他们必须得尽快回家了 但鲍博还是想再狩猎几只大鹅 等待了一段时间 天边飞来了一群大鹅 鲍博急忙呼唤他们 等鹅群来到头顶 两人不断地开枪 而这也打开了幸运大门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源源不断地鹅群飞过来 两人有些手忙脚乱 而一只又一只的大鹅掉落下来 令他们收获扑风 除了自家吃的鹅以外 他们还可以出售多余的大鹅 这让查理喜不自禁 与此同时 乔伊独自在工作 他要获取足够数量的大鹅 目前他已经收获了三只鹅 但周围时不时地传来 冰层断裂的声音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思考在三后 乔伊不得不结束猎鹅行动 另一边 查理和鲍博成为了 湖上最后的猎人 气温正在不断地上升 冰块突然间融化 河水瞬间上涨起来 两人急忙选择了逃跑 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刻 他们用极快的速度 行驶在河面上 但河水泛滥 导致鲍博的雪地车出现了故障 不得已之下 查理只能用他的雪地车来拖拽 这严重拖慢了两人的速度 路上 他们偶遇了归途中的村民 虽然此地距离村庄只有10英里 但接下来是最凶险的路程 大家停下来休息了片刻 然后集体出发了 而冰雪正在快速地融化 使道路变得更加泥泞 几人克服了种种困难 历经了5个小时的艰苦跋涉 终于抵达了村庄附近 第二天 斯坦急冲冲地出门了 从狩猎队伍传来消息 查理的妹夫乔治 昨晚失踪了 可能已经凶多吉少 几位年轻人组建了搜救队 准备出去寻找一班 每年的春天 是阿拉斯加居民最欢乐的时刻 他们通过猎杀大鹅 来获取新鲜的肉食 享受大自然的赠语 但这项活动 也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因为冰雪融化 导致河水上涨 昨晚就有一位村民失踪了 今天每个人都自发地出去寻找 横渡塔纳纳河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但每个人都不顾自身的安危 希望能把这位村民找回来 距离乔治的失踪 已经有8个小时了 现在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 作为自愿消防队的队长 斯坦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希望这次能是一个好的结果 另一边 查理已经确定了 乔治确实不在村里 乔治是他的姐夫 两人已经认识了20多年 乔治的失踪 让查理心急如焚 当地的副警长马克亲自出马 他把村民聚集起来 并询问情况 乔一是最后见到乔治的人之一 通过地图的研究 马克勾选了几处危险的区域 现在需要8位志愿者帮忙 他们带上各种物资后 骑着雪地车出发了 与此同时 查理请来了当地的丛林飞行员 亚历克斯 他们计划从空中扫荡 搜救队伍已经全部出发 他们穿过种种危险的河段 来到了一处有积雪的地方 这里竟然残留了雪地车的痕迹 几人判断 乔治应该是来到过这里 另一边 查理的飞机正在低空飞行 看到河面的情况 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高温的天气 使冰层融化得更加迅速 但从林的搜索 只能靠地面不对了 而乔一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树下有几个弹壳 但他们不确定 这是不是乔治留下的线索 事到如今 他们只能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但糟糕的是 此时的广播通知 卡纳纳河的兵融化得非常迅速 建议居民们不要出门 这下斯坦着急了 他拿出对讲机 试图联系搜救队伍 可惜对面迟迟没有回应 就在斯坦着急万分的时候 终于有一个村民听到了他的声音 虽然很无奈 但地面部队只能被迫回家 现在搜救的希望 只能靠查理了 可惜一番搜寻后 他也只能灰溜溜地回来 乔治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与此同时 河水的上涨 正在威胁着考特尼的家产 他们需要把渔乌 翻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三年前 曾有一场特大的洪水 把他们的营地彻底地摧毁了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考特尼的弟弟摩尔 刚刚结束了搜救任务 他比谁都清楚 河水带来的危害 生活在这种地方 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他有几个朋友就淹死在这条河里 现在他很担心乔治的安危 此时一架直升机 从费尔班克斯飞来 上面坐的是阿拉斯加州的骑警 中士斯科特 他来帮忙寻找 鲍博作为向导 与他一起出发了 剩下的人只能默默地祈祷 希望奇迹可以发生 可直升机盘旋了两个小时后 依然没有看到乔治的身影 众人的脸色很难看 总总迹象表明 乔治应该是落入了水里 于是他们派来了几个小型冲气阀 经过12个小时的搜寻 他们终于找到了乔治 可惜他没有挺过这次的灾难 每个人都伤心欲绝 特别是他的家人 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消息 他们悲痛欲绝 村庄里大部分居民 都是阿萨巴斯坎人 按照传统的习俗 他们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 驼鹿是其中的主菜 可目前他们没有库存的肉 于是查理派了几个人 去调查一下 很快传来一个好消息 有人在北方看到了一只驼鹿 驼鹿是阿拉斯加体型最大的猎物 重达1500磅 为了躲避捕食者 他们一般活跃在茂密的灌木丛里 因此驼鹿很难被发现 想要狩猎他们 可能需要几天 甚至是几周的时间 但葬礼的举办不到24小时了 所以斯坦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 他在灌木丛里不断地搜索 可惜没有找到驼鹿 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狼脚印 可能是狼吓跑了这只驼鹿 不甘心的斯坦 继续游荡起来 却意外发现了一些驼鹿的粪便 这是早上留下的痕迹 得到鼓舞的斯坦 决定爬到一棵树上 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结果还真被他看到了一只驼鹿 斯坦冲着驼鹿的方向跑了过去 离近了可以清晰地看到 对方的身影 于是斯坦果断地开枪了 成功打中了驼鹿的肺